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随着最新一期《我们的歌2》播出 外界又一次引来了大量讨论 尤其是上一季的金牌拍档秦深深强势回归 将整个节目的热度推上了巅峰 不得不说能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秦深深真的是完美展现了 什么叫双赢 绝不仅仅是节目 因为他们收视率爆炸那么简单 周深和李克勤本人也因为再度出席而受到热烈追捧 能够把一档综艺节目玩出花 甚至是人见人爱的着实不多 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回归的秦深深组合在选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险些酿成大祸 周深 李克勤 富士山下 这是著名歌手陈奕迅的代表作 属于华语乐坛中极为经典的粤语歌曲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称霸KTV点歌榜 甚至占据着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客观来说 不论听感还是内容 富士山下都相当优质 能够有机会听到秦深深演唱这样的作品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问题就出在歌名和日期上 众所周知 12月13号是公祭日 这一天 全国上下都沉浸在铭记历史的悲痛情绪中 这种时候演唱富士山下就显得有些敏感了 虽然只是小部分人提出的异议 但按照国内网友的调性来看 如果不是节目组早有安排 赛后 秦深深很有可能将陷入巨大争议中 有趣的是 我们的歌二节目组非常机智 直接将富士山下临时替换成了爱情转移 甚至连主持人林海在宣布表演曲目的时候 都说的是爱情转移 这样既不用让秦深深换歌 也不至于落下画饼 堪称两全其美 而在这里也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 一 唱富士山下是网友投票选出来的 并非周深或者李克勤主动挑选 二 由于我们的歌二是录播 所以秦深深在演唱那天并非公祭日 不存在刻意挑衅的意图 大家不要胡乱猜测和跟风造谣 接着 我们说说秦深深这次的表演 首先 编曲方面并没有做太大改动 完美延续了原唱那股淡淡的忧伤 但真正让这首歌有听感焕然一新的是和声部分 说实话 每次听周深给人和声 都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他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切入口 在不影响搭档的情况下进行润色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技巧 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而且由于周深音色比较特殊 他似乎天生在和声方面就有很强的天赋 之前参加我们的歌第一季节目时 就霍峰金牌辅助的称号 其搭档能力可见一斑 这一次 周深显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李克勤老师的低音加上周深的高音 整个效果被瞬间拉满 堪称无懈可击 特别是几个尾音的处理 秦深深用了更加贴合自己的方式去唱 简直如诗如画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睹富士山的壮丽景色 果然能在第一季夺冠 被无数观众牵肠挂肚的秦深深 确实非同反响 一出手就把节目精彩程度又抬高了一阶 只可惜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深和李克勤只是飞行嘉宾 不知道下一次再看到他们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东方卫视音乐竞演节目 《我们的歌》第二季再战一场 三组歌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 常诗磊和王源 凭着一首拒绝固化的血腥爱情故事 率先抢的直通盛典资格 张信哲和太一 则凭着一首追忆小宝张雨生的深情之作 口是心非 打动全场 荣祖儿和西林娜一高 则用珠联闭合的唱功 展现了青春不一样的色彩 三组选手没有弱者 而强中更有强中手 返场的一对歌手 也是上一季《我们的歌》总冠军 秦深深组合的返场 赢得全网欢呼 喜大普奔 李克勤和周深在上一季节目大放异彩 凭着极具辨识度的声音 炉火纯青的唱功 给一系列金曲赋予了新的生命 被誉为传说级的组合 周深在此之后更是风生水起 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综艺小王子 通告跑到脚软 因为有大批网友一直呼吁 我们的歌能召回秦深深 哪怕再听一次也好 节目组实现了网友都愿望 还特别在网上征集了大家最想听 秦深深的哪首歌 造足声势 秦深深这次返场 演唱的就是网友投票选出的歌曲 《富士山下》 两个人久别重逢 配合丝毫不见生疏 反而更加默契 一开口的清唱就炫音绕梁 声音层层叠叠 此消彼掌 像一对恋人互诉忠诚 又像一对兄弟情深异常 里的温暖 周的清凉 结合在一起像艺术品一样 能给人带来无尽遐想 就像太医说的那样 听完这首歌只想去山上 感受那里的美好 可能有些观众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这首歌明明是富士山上 为什么主持人说的和字幕配的都是爱情转移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节目播出这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为了不引起观众的反感和不必要的联想 不太适合出现歌名中的这座山或相似的元素 所以把用普通话版歌名替代 秦深深唱完之后 很多乐迷都纷纷表示很遗憾 原因距之前的路透 秦深深本场唱了两首歌 一个就是这个幻名版的富士山下 另一首则是日文经典 据说是好听程度更胜一筹 可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就只能减掉不播了 虽然这首歌以后还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在上线播出 但是不得不说 节目组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就应该确定了播出日期 没能预料到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工作失误 让秦深深的演出打了折扣 本期《我们的歌》 秦深深是以返场嘉宾的身份登台 如果这是她最后一次合体登上这档节目 那么这一期被删改的演出 无疑会给网友留下深深的遗憾